你跟你前女友道理谈了多久 我现在特别好奇 就一年多一点 就按照你现女友的说法 我觉得你一辈子 好像也就都搭给你前女友了 在我那儿就是找过去了 然后我平时也不关注就行 所以今天你要来这儿 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也怪不着前女友 前女友只不过是我俩 之前有一个导火索吧 真正还是因为他不够在乎 我们俩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他连包都不给我提 只要是手机别丢 我丢了都无所谓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或者就要被漠视了 是这意思吗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我就想问问他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真的喜欢那姑娘吗 我真的喜欢 在不在意 我个人觉得挺在意 是不婚不育 还是时机成熟了 要娶人家 这个我觉得 现在考虑这个还太早了 那你给你们俩的情感 界定一个阶段吧 你觉得你们在什么阶段 我觉得我们在 慢慢了解的过程中 他在乎我 为什么不做出一些表示 只是怼上说说 就是我感受不到 你对我的在意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今天是要来在意的 要关注的是吗 对 我想要安全感 这玩意还挺麻烦的 你们四位能给吗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先说一下男生吧 你真的爱你女朋友吗 真的 你只是喜欢她 但你还没到 爱的那个份儿上 爱里边至少有害怕在 怕的是她难过 怕的是她焦虑 怕的是她紧张 怕的是这个人离开 但你根本不害怕 你女朋友离开你 第一次她发现 你前女友的照片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她的那个状态 是特别不爽的 你当场是删掉了 但是你也同时知道 你家里有无数的 前女友的东西 而且你也知道 前女友三个字 对她来讲 就像魔咒一样 只要前女友三个字 一出现 她立马炸锅 你刚刚那个微博 还发那个信息 还写前女友三个字 你想表达的情感 没有任何问题 但就这三个字 在她的生活当中 是绝对不能提及的 可是你不怕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包括刚才我看了一个石头 说实话 真没什么 但是她不喜欢 对你来讲 可能就是东西 但对她来讲 就是你排不够爱她的证明 那对于姑娘来讲 也是一样的 你希望她那么在乎你 要精心给你挑选礼物 要对你的所有情绪 要有照顾 要对你的脾气 要有包容 她做不到 你没有给她提过 任何警示作用啊 你只是小做小唠唠一下 你既然第一次 才跟她谈了一件一个星期 你就发现她前女友照片 都留着 那么多东西都留着 你为什么不离开她 如果你要一个男人 主动给你爱 你不妨就精致地 把自己打造起来 别去乞讨啊 她前女友优秀 那你把自己打造得更优秀啊 如果她觉得 她前女友很自信 你也让自己自信起来 求来到爱情的女人 一定是自卑的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 我希望你能做的 唯一的事情 就是坦诚地面对 你跟这个姑娘之间的爱情 不爱告诉给她不爱 喜欢告诉给她喜欢 分清楚这两件事情 你才能跟她的关系 能够好起来